多少人看出金娘子的爱情故事 像极了现实中大多数人的爱情 他本是潇洒的万年大妖 殊不知当自己以为此生就这样潇洒时 却遇到了一个让自己输得一塌涂地的人 初相见时男子还以为金娘子受欺负 于是出于好心救了一下 结果下一秒自己反而被击倒 还是金娘子救了他 此时战上风的子唇反而显得那么的弱小无助 这一刻开始 这段感情就注定金娘子付出 毕竟感情中谁主动谁就输了 而金娘子恰巧是主动的 因为就是这一刻 金娘子爱上了子唇 并且把他掳走 这一走就是二十年 而二十年期间 金娘子帮助子唇的师兄弟们全部把伤治好了 唯独子唇伤得厉害 金娘子直接用修为度给他 要知道此时的金娘子已经没有内单 可纵使如此 金娘子还是把自己美好的一面 再见 再见 再见